嗨,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来到夜子英语微课堂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新概念英语第一册 Lesson 30 Where are they? 他们在哪里? 那上期视频当中呢,我们已经学了第30课的生词部分 这节课呢,我们来看一下课文和语法 课文语法解析 好,在开始学习课文之前呢,我们还是先来复习一下这节课的生词和短语 请同学们跟老师一起读 Emp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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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词倒空是什么,变空 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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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词读 Shop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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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词消间是锋利 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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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Put On Cuan Sang Take Off Take Off Take Off Tutiao Turn On Turn On Turn On Kai Dian Deng Turn Off Turn Turn Off Turn Off 关 点灯 OK 现在请同学们将课本翻到第59页,来听一下,来听一下本节课的三段示范听力内容。 Lesson Thirty Look at number two O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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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r desk Look at number six Put on Put on your watch Look at number thirteen Turn on Turn Turn on the light OK,这三段听力对话是不是非常简单呀? 是的,没错,它们呢就是将前面的动词跟后面的名词搭配起来就可以,那剩下的听力部分呢,请同学们自省完成。 好,我们还是来看一下课本的第59页,同学们发现了很多张图片,是不是? 而且图片上面呢,有一些数字,从1到35都有,在早一点的课程里呢,老师已经粗略的带着同学们学习了1到10,11到19,以及整数20,30,40,50,60,70,80,90的具体说法。 另外呢,我们还学习了如何表达几十几,几百几十几,以及几千几百几十几,那今天呢,我们再来把这些数字,以及它们的表达方式,再来复习一遍。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数字1到12,同学们还记得它们怎么说吗? 好,现在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一叫one,one,one,二叫two,two,two,三叫three,three,three, 这个th呢,同学们记得一定要咬舌头哦,还有后面这个ee字母组合,它发那个长元音,ee,也就是我们说的笑音,OK? 好,四怎么说呢?叫four,four,four,这个our呢,它是一个非传统二音节,它就发长元音,or, 五怎么说呢?叫f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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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five呢,它是一个相对开音节,这个i呢,在这里发本声音,i,六叫six,six,six, 它是一个中读并节词,原因字母i,在这里发对应的短元音,e,ex呢,发这个x的音,好,七叫seven,seven,seven, 八叫eight,eight,eight,这个eigh它也是一个字母组合,四个字母只发一个双元音,a, ok?九叫nine,九叫nine,nine,nine,它也是一个相对开音节,原因字母i,在这里发本声音,i, 十叫ten,ten,ten,它是一个中读并结词,原因字母i,在这里发短元音,a, 十一叫eleven,eleven,eleven,十二叫twel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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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同学们有回忆起来吗?我们复习完了一到一十二,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t,e,em,它读什么呢? 我们刚说了这个e字母组合,它发长元音,e,所以它读作ten,ten,它是什么意思呢? 它表达什么呢?ten呢,它表示十,可以用来构成十三到十九这些数字, 那这里呢,请同学们注意一下这个ten左边的这个中读音节符号,意思就是说,在十三到十九这几个数字当中,ten这个部分是必须要被中读的, 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十三叫做thirtee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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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读音节在这里哦 这里呢,它不是用的three加上ten构成的,而是用的thir再加上ten构成十三的 十四呢,十四呢,叫做fourteen,fourteen,fourteen,四teen,那四四呢,就好记点,它是由数字四,再加上表示十的这个ten所构成的 十五叫做fifteen,fifteen,fifteen,这里呢,不是five,而是fif,再加上表示十的ten 一起构成了数字十五,十六叫sixteen,sixteen,sixteen,这个好记是不是,就是数字六加上十就变成了十六 十七叫做seventeen,seventeen,seventeen,同样的,它也是由数字七加上表示十的ten所构成的 那十八怎么说呢,叫做eighteen,eighteen,eighteen,这里需要注意一下,因为八叫eight,而这个teen呢,刚好是以t开头 所以呢,为了简化书写呢,十八里面呢,就只有一个字母t,这里同学们需要注意一下哦 好,十九叫做nineteen,nineteen,nineteen,它呢,就是由数字九加上表示十的ten所构成的,也很好记是不是 好,现在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ty后缀,它是什么意思呢 它表达的是整时数的概念 这个ty呢,可以用来构成整数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和九十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二十叫做twenty,twenty,twenty 注意哦,这里终于到前面去了,这个ty呢,只能被弱读哦 三十叫做thirty,这里呢,跟十三一样,用的也是thir,ok 好,同学们想一下,四是怎么说呢,是不是f-o-u-r-t-y呢 好,正确的应该是f-o-r-t-y,读作forty,forty,forty 四十里面是没有u的哦,同学们这一点一定要记清楚 很多同学都会把四十这个数字给写错 五十怎么说呢,五十叫做fifty,fifty,fifty,跟十五一样 它也是用的f-i-f,加上这个后缀所构成的 好,六十叫做sixty,sixty,sixty,这个六十呢,就简单一些 直接用数字六再加上这个表示整十数的ty一起构成 那七十呢,跟它也是一样,叫做seventy,seventy,seventy 八十呢,怎么说,叫eighty,eighty,eighty,eighty 同样的,因为这个八呢,它是字母ty结尾 然后这个ty呢,是ty开头 所以呢,这里呢,只有一个t字母哦 好,九十呢,叫做ninety,ninety,ninety 它呢,也是由数字九加上后缀ty所构成的 好,学完了一到十二,十三到十九,以及这些整数的数字怎么表达 现在我们来学习一下,几十几要怎么表达呢 就用的是这个公式,十位数,然后连字符,再加上这个个位数 我们还是通过具体的例子来看一下吧 二十四,我们先说十位数,二十 再说个位数,四 最后呢,用这个连字符,把十位数和个位数连起来就可以 所以二十四叫twenty four 中间的这个连字符,不要忘了哟 三十八,我们先说三十,再说八 最后用连字符把它们连起来,叫做thirty eight thirty eight 四十一呢,我们先说四十,再说一 最后用连字符连起来,叫做thirty one thirty one 五十六呢,同样的,先说五十,再说六 最后用连字符把它们连起来,叫做thirty six thirty six 好,后面这几个数字,同学们自己来试一下 六十二应该怎么说呢 嗯,叫做thirty two thirty two 七十七要怎么说呢 叫做thirty seven thirty seven 那八十五要怎么说呢 叫做thirty five thirty five 好,最后这个thirty three要怎么说呢 叫做thirty three thirty three ok,同学们呢,都非常的棒哦 好,学完了几十几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结构它表达的是什么呢 我们看到有百,是的 它表达的就是几百几十几 那我们还是通过具体的例子来看一下 比如一百二十四 我们要先说百位数一百叫one hundred 然后后面有一个and 那十位数这里叫做二十 所以叫twenty 个位数叫四 叫做four 所以呢,一百二十四呢 连在一起就叫做one hundred and twenty for 千万不要忘记百位数和后面数字当中的这个连接成分and 的哟 好,这个三百三十八呢 先说三百,再说三十,再说八 所以叫做three hundred and thirty 这个五百一十八呢 这个五百一十八呢,怎么说呢 先说五百,再说十八就可以 因为呢,我们有一个专门的数字来表达十八 所以我们不能把十八说成十和八 正确的说法应该就是five hundred and eighteen 这个七百四十呢,怎么说呢 先说七百,再说四十就可以 因为我们有一个专门的数字来表示四十 那它就叫做seven hundred and forty 九百零六应该怎么说呢 先说九百,最后再说各位数的六 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九百和六 就是nine hundred and six 这个and就有和的意思,对不对 好,同学们看到老师标成绿色的这些字 三百,五百,七百和九百 是不是都超过了一百呀 是负数概念,是不是 那老师这里为什么没有给百加上负数s呢 嗯,同学们说的很对 因为前面课程当中我们已经学过了 不管有几百,全部都用单数hundred来表达 是不是 好,学完了几百几十几 我们再来看一下几千几百几十几 要怎么说呢 我们还是通过具体的例子来做一下吧 好,两千一百二十四 我们先说千位数叫two thousand 再说百位数叫one hundred 再说十位数叫twenty 最后再说各位数叫four 那连接拼位数百位数和后面的十位各位数的呢 还是这个连词and 同学们千万不要忘了哟 所以呢,两千一百二十四呢 我们就可以说two thousand one hundred and twenty four 好,再来看这个数字 三千零五 我们可以把这个零呢 看成和三千和五 就叫做three thousand and five 好,下面这个数字叫五千零一十八 我们呢,就可以把它看成五千和一十八 因为十八呢,有一个专门的数字来表示 所以呢,我们可以这样说 five thousand and eighteen 好,下面这个数字叫六千四百 我们就可以把它当成六千和四百 好,下面这个数字叫七千零九十 同样的九十呢,我们有一个专门的数字来表达它 这个零呢,就看成和就可以了 七千和九十就是seven thousand and ninety 好,下面这个数字叫八千二百零三 那怎么说呢,叫做eight thousand two hundred and three 这个数字呢,是没有十位数的 所以同学们看到老师在这些可能会没有的 这个位数上面都用了一个括号来表示 好,相信通过这一轮的复习呢 同学们能够将数字的表达掌握得更加牢固吧 好,现在呢,请同学们将课本翻到第六十页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b部分的练习题 好,老师,先给同学们来读一下 shut the 关上什么, open the 打开什么, put on your 穿上你的什么, take off your 脱下你的什么, turn on the 打开什么, turn off the 关闭什么, sweep the 扫什么, clean the 清洁什么, dust the 给什么 淡掉灰尘 empty the 把什么 倒空, read this 读这个什么呢, sharpen this 把这些什么东西给弄得锋利一些呀 再来看后面的名词 stereo,立体声音响 tab,水龙头 blackboard,黑板 cup,杯子 window,窗户 cupboard,石厨 magazine,杂质 knives,小刀 而且不止一把哟,这是复述形式 shirt,衬衫 door,门 floor,地板 shoes,鞋子 那这道题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将前面的动词和后面的名词搭配起来就可以了 好,先带同学们把视频暂停下来,然后呢,自己来连一下 ok,那这里呢,老师给同学们提供一份参考的答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short,关闭,我们既可以说关门 也可以说关窗,对不对 老师说的是shut the door 关门 那同样呢,我们也可以说shut the window 关窗,是不是 那open呢,跟shut相反 这里呢,我们就只能选window open the window,叫开窗 put on your shoes 穿上你的鞋子,当然呢,我们还可以说穿上你的衬衫 那后面这个take off呢,就只能选择shirt,是不是 脱下你的衬衫 turn on the turn on呢,一般是表示用来打开带电的设备,或者是水龙头 煤气等等 那这里老师选择的是turn on the stereo 打开立体声音响 那这个turn off跟它相反 这里选的就是tab sweep,它一般指的是扫地 所以叫做sweep the floor 扫地 clean,清洁 清洁的东西可多了 老师在这里选的是blackboard 把黑板清理一下 dust the 给什么弹掉灰尘 这里老师选的是cubboard 把石头上面的灰尘擦一下 empty,倒空 这里呢,老师选的是cup 把那个杯子倒空一下 read this 读 这里呢,就只可以选这个magazine 读这本杂志 最后一个sharpen 它既可以指把铅笔给削尖 也可以指把刀给弄得锋利 那这里呢,就只剩下这个knives sharpen these knives 把这些刀给弄得锋利一点 同学们,你们是怎么做的呢? 这些动词短语呢,非常重要 请同学们一定要在课下多读哟 好,来看一下本课的作业 第一点,要记第29课和第30课的单词 第二点,多读最好做到绘背第29课的课文 第三点呢,做课本第60页的课后书面练习 刚才呢,我们做了B部分 还有一个A部分需要同学们做哟 第四点就是要预习第31课的单词和课文 好,学问的同学呢,请记得一定一定要收藏、点赞和转发哟